電影在去年12月底吹息燈號後 現在這座大樓已經閒置將近半年時間 傳輸接下來將會是伯克萊網路書店 進駐開手間實體書店 網路書店打算走入實體化 現場已經能看見工人進進出出 敢供內部裝修 而伯克萊更在人類銀行開出職缺 輸入伯克萊關鍵字 上班地點就在信義區 耀珍現場營運主管和複合式 圖書文具組員工 資歷兩年薪資開在三萬一千九百九十元 相比對手陳品不限年資 起薪三萬二兩家差異不大 職缺更能推測伯克萊實體書店 就是要跟陳品打對台 同樣走複合式 傳輸六七樓 規劃開星巴克旗艦店 還有頂樓露天座位 遠眺一零一結合書店吸引人流 好像是新的店 然後我覺得說 看似他會怎麼樣的經模式 或是一些風格之類 我也想要看看 因為伯克萊通常都只在網路上不是嗎 然後就是沒有看過他實體經營的樣子 那而且接手 因為陳品又是很大的書店 他如果可以接手這樣經營 會蠻好奇的 聽到又有書店要進駐 民眾眼睛為之一亮 不過就在距離不遠的松菸園區 則有陳品松菸 接棒二十四小時書店 周圍還有金石棠和鳥屋書店 儼然成為一級戰區 後進的伯克萊恐怕得做出差異化 只做書籍販售的這種實體書店 其實算是比較適為 但是相對起來呢 你如果你的經營型態 這種複合式商業模式 比較多元化一點 他們可能就會比較積極的 去開拓實體東路 來增加線下的體驗 能喝杯咖啡 悠閒看本書 或是各種文創小店 多了體驗感 反而讓企業砸錢 持續拓點 相比之下 單純只賣書的 也逐漸遭到市場淘汰 靜新聞 許川玉家瑋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善靜美 靜好新聞 我們下載靜花